集设计师、品牌顾问和艺术家于一身的Alan 在过去的53年广告和设计生涯中 参与过的品牌设计项目预一千个 带领公司荣获得的奖项预六百个 从产品到室内设计和艺术项目 都流露着他标志性的东晴西运的美学思想 在这幅场上精选了部分艺术、商业的创意项目 Hi,我是王志忠 和你声音导航Alan的这些设计 首先介绍的是 最新是Mplus顶楼开幕的中餐厅Seville 华 灵感取自中国园林 以现代的设计元素捕捉古人琴奇书画 尹斯作父的闲程雅字 你见到有月门、树木装置 在光影的影衬下流露一份余雅氛围 餐厅场上投射出Alan首个AI技术创作的水墨陆像 结合了多位影响Alan的艺术家 例如笔家索、张大千、米罗等 大家到Seville用餐的时候 不妨猜猜有哪些艺术家 另外我想介绍一下的就是去年才开幕 位于澳门上普京的广东宫廷粤菜餐厅 御花园 以宫廷里面的花园为灵感 Alan从概念、设计、采购、装饰摆设等 全方位打造这个最豪华的餐饮体验 当中最触目的必属位于用餐区里面 总场35位的订阅《菊花素兽》 灵感是来自Alan在京都卖的一本书 《涉花白菊》 里面描绘了100款菊花之美丽形态 为了打造这么漂亮的壮丽菊花墙 Alan特别安排作品在苏州订阅 经过人手和技术 在10个月的时间里制作而成 这幅《菊花素兽》 可能是全球最长的苏州作品 非常推荐大家去澳门的时候 一定要亲眼看一看 还有 位于马来西亚的《红云诗人会所》 Alan委托了20位世界知名艺术家 以西方美学为出发点 创造亚洲神话所触动的主题 来自英国的艺术家MacQueen 中国摄影师陈曼 日本的空山基等等 他们各自通过颜色和不同材质的运用 创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其他精彩的项目有 Louis Vuitton Tea Trunk Mr. Chan Tea 当下碗标等等 大家不妨慢慢欣赏 看看能否发现到当中的创造项目 和这个Zone的物品有什么关联 呢 我们下碗标准备了